今年迈入第38年的嘉義縣龍舟競賽 虽然天后不佳 龍舟賽在強風中開滑 選手們配合鼓聲 冒足全力拚冠軍 岸邊充當啦啦隊的觀眾加油聲不見斷 端午節 華龍舟是嘉義縣每年的重頭戲 為炒熱氣氛 前一晚還施放精彩高空煙火秀 今年有來自全台42個隊伍參加 總獎金67萬元 現場除了有熱鬧刺激的龍舟競賽外 還有免費好吃的鵝阿舟 提供民眾品嘗 嘉義館 華龍舟是在我們當時期間 那現在已經在38次 算是非常有歷史的一個華龍舟比賽 華龍舟是一個應景 但是也是可以推銷相關的觀光 每年華龍舟比賽有人屢屢奪標 也有團體年年隱恨 其實要奪標是有訣竅的 要同時的下獎去發力 然後並且要搭配節奏 然後腳踩也是要同時的 去把船往前推 然後讓我們的龍頭去破水 那這樣我們的船速 才可以提升得很快 縣長翁張良表示 透過龍舟賽 不只讓來自全台的遊客 認識嘉義之美 也陪伴大家度過一個 歡樂的端午家節 新唐人亞太電視 劉彥勳巡邏金星方雅縣台灣嘉義 採訪報導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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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